對阿 戲弘好像想搞事情 對 戲弘 好 看一下這次是甚麼場地 終於選到一個印度場地 可以開始了 可以看一下印度瑜伽秀 一批小孩加米對二批的Chris Wong 香港的第一Ibuki Ibuki這個角色我最近也是經常研究這個對決 然後略懂是吧 略懂 略知一二 那開場看孩子寶也是一般他加米的習慣就開場先搶攻 他要建立那個領先的優勢 對 他會先牽制 好啦 有機會壓了 好 關廁所 這樣就不好搞了 Ibuki因為力回上的拳腳還是會輸給加米的 是 包括剛才那個位置 Ibuki沒有這麼遠的普通技 直接被站中角捅到暈 捅暈了以後 好 起身輕拳 不點也得點了 不點就沒機會了 不能點到機會有炸彈蛇 就是所有的話也是用了一個密體的 就直接壓自己身爭的一個辦法 壓得很準 對 輕拳壓了 Ibuki應該也是搶著戰輕拳 是 第一燈孩子倒瞬間拿下 可以失望了 一個復二 前中角 背防是復二 對 因為他有氣怕到凹生龍裡 也沒有搶招 好 下中拳直接一個中的轄區 是 想去偷一個機啊 喔 這個確認失誤 大劍士 大概一個地間失誤以後造成一個折 折中了以後 孩子倒暈直板了 哎呀 暈了暈了 打暈了以後 反邊這個裝飛鏢以後的輸出 看有多少 哇 EX雷打沒有帶走的 哎呦 打中斷了 那個中斷的那個 對 垂直跳輕腳 應該是快了 對 沒打中 哎 孩子倒在虛黃的時候 Chris Wong直接用下中角 他要下段 你不可以的下中角是六幀 還是很快的 對 而且範圍也不錯 對 而且有VT的時候 是一個很不錯的 一個翻盤招 前中角 開場那個前中角 用來做牽制 因為孩子倒現在有一個滿資源的話 你不能隨便的跳入了已經 好 這個小孩也沒有去 硬 硬去逆向昇龍啊 對 都是慢慢控制距離 哎呀 這個也 確實 哎 這個D界呢 確認失敗以後要折 落地以後 好了 現在 小孩的暈值比較 比較滿啊 好 現在緩下來了 哎 放風箏直接逃出反邊 落地被折 折完這個打頭以後沒有後技能 那可以放心的繼續立回 呃 血量優勢是在Chris Wong那裡 哦 被摸了個下中拳啊 這一次不用折了 這一次直接要傷害了 看到自己優勢很大 直接用VR把你彈開 不讓你近身了 小孩的白雪是空了 哦 又有前中角打拆 對 這個打拆打中了以後 Chris Wong非常意外的1比0 冰戰時是領先小孩 小孩摸了一下頭 招牌動作 然後摸完頭髮摸墊子 孩子倒的那一件格鬥家 是不是特製了 跟人的款式不一樣 特製了 對 呵呵呵 對 特製了 量身定罩了 看起來很合身的樣子 麻煩切導播 導播要把畫面切回去 然後畫面還沒有切回去 直播畫面先切回比賽 好 回來了 哦 回來了 血量還是差不多的 大家差不多 好 那剛才導播睡著了 大家原諒一下 好 這裡 飛鏢已經用掉了兩個 哇 連續摸兩個站中角 這個沒有看懂 可能他是拼那個加米用 低通EX劍吧 我覺得 是 如果拼到就是一個大康 現在小孩的VTR剩下一點點 要不要晉身 但現在有一發VTR 是 哇 這個下中角確認 最後一點點的VTR 打到一套連段 那瞬間把Chris Wong打空血 那小孩拿回一燈 剛剛我看見 Chris Wong應該是想下中角 去丟個VTR 是 但始終腳還短一點 哇 又中這招 又是這個前前中角 前中角 哇 前中角 好 這個BS的神 BS算是Ebuki一個利回 地面利回的神技 對 他按的時候 然後他會往後退 就是你會經常打不到他 好 跟管主不一樣啊 Chris Wong可以控制左右啊 就是自己的Ebuki 對 別人家的Ebuki 對吧 好像不太一樣 好像不太一樣 哇 這個騙到了他後跳 對 還是他的招牌反應 前跳節 反應觀測所 好 哇 哇 這個神龍划算 因為如果是 剛才能壓死的話 就到賽點了 所以肯定要升 那一奧是應該的 好強開VP 哇 香殺 這個範圍有點廣啊 有沒有開點 就是香殺以後還是直接拿下 那就是這裡 反而是先到了 Chris Wong的賽點了 大家可能開場都看好小孩 那Chris Wong現在已經到賽點了 小孩資源也不算太多 只有兩個去的 後跳解頭躲掉 後跳解頭 後中拳 搶回來一個下中拳 左右折 折到 好 小孩後跳拆頭 對 勝龍 Chris Wong跳的有點多 還是跳 EX的飛鏢 他那個是正搖中角 是要EX標 對 前中角 前中角是-3的 對 但是他彈胎的距離很遠 剛剛那個加米的還是挺遠 是 就彈開他有時候會不敢搶 不敢動那樣子 但是現在還知道在 立回當中連搶兩招 呃 已經血量已經 反超前了 好 還有一個小小的VT啊 對手還有一個 三顆標加一個VT 對 所以對手還存著個炸彈 基本上碰到一下就 有可能會 剛剛說完 哇 這一個 折到 落地小孩搶招有 再搶個清拳也有 這一下還算是保住了 還要再打一個炸彈 對還好 因為沒有能量 我硬開 硬開這用來裝飛鏢用了 就有炸彈過來 這殘局保住啊 哇 天降正義 那一下真的天降正義 五個飛鏢 空中的五個飛鏢 打到了正向